欢迎收看麻辣下午茶的全方位教育讲座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照例请到了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姜主任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回答一下 很多家长以及学生们都非常关心的申请大学之路 姜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家长大家好 欢迎 欢迎 其实你每次要讲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家长跟学生都非常的关心 有时候还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这个主题 其实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常觉得申请大学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学校的时间 放了假就应该出去玩 其实暑假期间是申请大学准备的这个黄金时期 对啊 因为你平常就是每一个人 如果把书都读好 那如果说以好的学生来讲 他们都拿的同样的难的课程 level都一样 最后的成绩单拿出来就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课 然后都是A 那你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对对对 而且像SAT这种考试来讲 你平常也没有时间去读啊 因为你要把学校的这个成绩读到好 你就不可能再画额外的课程 所以这样暑假的时候 第一就是说 当然如果说你的成绩有一点就是不是很稳 就是说可能下学期的课会比较难 譬如说进入11年级尤其是课程是最难的 那你暑假呢 你要先预习 你要把下学期的课做一些预习 就是make sure你下学期 不过一进去就跌一跤 对 那挫折感会很大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跌一跤就爬不起来了 对 所以你暑假的时候就是要先做一些预习 把校囊的功课先就是说准备一下 那如果说你想要再更挑战自己 你可以去 比如说社区大学拿课 网络大学拿课 甚至正式的大学拿课 这些都是高中生在暑假可以做的 那SAT的准备呢 暑假的时候像我们一个暑假下来 学生进步个300分 500分 都是很平常的 那你平常不可能累积到那么多的这个进步 所以暑假的时候还要花一些时间来SAT的准备 那SAT2的准备也是要在暑假 然后课... 暑假听起来会比这个平常上课时间更忙 可能不会更忙 但是不会更闲 是的 对 那就是说课外活动的部分呢 像就是说你可以譬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去大学拿暑期班 或者是去跟大学的教授做一些internship 或者是去一些义工的地方做一些就是比较 像我们都会带学生去南美洲 做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一些project 好 然后呢就是说像你可以去参加一些 比如说领导训练营或者是辩论的训练营 这些都是学生暑假可以做的 其实一个暑假可以规划成就是好多种不同 一个暑假可以做十件事 对 可以做成 可是听起来 刚刚听起来就是好多目标 想要做 想要达成 可是就是如果你没有规划好的话 很可能你每一件事都没有完成 对不对 你讲的没有错 而且其实很多这种好的课外活动 它其实是有deadline的 你不是说好像我明天要报名 你去报名它就一定会收你 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呢就是说 我常见的就是说家长会觉得说 暑假还没到 暑假还没到 到时候再说吧 然后等到就是说暑假到的时候 又发现说自己真的没有什么规划 最后小孩子就每天睡到自然醒 甚至有些就狂打电动 对 就是浪费了 浪费了 对 其实一个暑假大概快要三个月 是蛮长的时间的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暑假大概五月底就开始 六月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好像是家长的责任比较重大一点 可能在这之前几个月 你就会开始规划 开始去看 有哪些比如说夏令营你要参加 那这个夏令营你可以帮助 小孩子未来的这个 可能在申请大学上 有没有什么帮助 那只是完全好玩的吗 还是说这个都要去 做一些研究对不对 对 其实我觉得家长 不要只是单纯的觉得说 我们做这些就是为了大学申请 其实像做义工这一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发展小孩子的人格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只会读书 说实在你将来不见得会做事 那你就是说跟人的相处 或者是关心弱势的那种胸怀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胸怀 去帮助别人 所以像这个义工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家长可以当作是 小孩子成长的一种 就人格的训练 对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要做到人格训练 你就不能送他去 比如说吃喝玩乐夏令营 说实在我们现在小孩 都不需要吃喝玩乐 每一天都过得很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胜选这些夏令营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 是家长的责任 没错 这听起来 家长的责任好像还比学生们稍微大一点 那么扮演的角色也更重要 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 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再听江主任怎么说 等会再 了解 这个 我 这 是 感谢观看